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来到高雄就对了 很热情 我觉得汤马克老板是一个跟高雄人一样热情的一个充满活力 然后开心 有趣 然后并且你在里头会找到你生命跟工作最大的意义 而且看我非常的疗愈 而且一张票可以看50个明星 有没有那么多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明星 然后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 希望大家9月28号开始 记得在你们家附近就可以找到的喜悦 去好好的享受它马克老板 这几年其实爱河已经跟我小时候的爱河非常的不一样 现在爱河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浪漫 真的人如其合 这个名称是完全恰当的爱河 因为这样晚上有些夜景 然后那个水波导引去反射 然后还有那个渡轮 那个船在那里航行 我觉得然后包括高雄读书馆 我其实电影读书馆我常常去那边看电影 那我觉得这整条线一路玩下去 包括沿路的池喝 然后还有小小的清酒吧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享受的地方 所以来到高雄 虽然它是一个大都会 你不用觉得它非常紧张 非常有压力 它就是一个你来可以放松 而且非常能够感受到一些知性 包括这几年博爱特区 做了非常多的展览跟活动 我觉得都值得推荐大家来观赏游玩 好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高雄 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都市 但是我每次来到高雄 我会觉得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尤其特别喜欢到奇景去吃海鲜 虽然有时候去奇景 如果要假日的时候要排队排很久 但是为了那好吃的海鲜 又便宜的海鲜 其实是非常值得的 然后再来高雄呢 其实各种山珍海味都有 然后再加上人的热情 你看热情都来了 他们给你的那个食物食材都很澎湃 那所以其实我很喜欢高雄人 然后也希望高雄的人 喜欢我们的电影 他马克老板 2023的尾刀 2024呢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现在 就是我已经不去想2024要干嘛 就是2023你要把他马克老板这个电影做好 如果这部电影没有做好 2024我就休息一年 决定不再拍任何东西了 大家 好不好 停起来 要看他马克老板 好 我觉得2024就是大家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是每一天都记得 人生在苦的 笑着过哦 很久不定 就好 快走 在这边 我们都记得 我们的情节 我们都记得 就好 如果您 我们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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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